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由亞洲電臺的亞太聯播節目 我是石山 大家好 我是饒一鳴 在青海塔爾寺 生俗民眾呼籲當局制止亂採亂挖 破壞環境 請看自由亞洲電臺駐香港特約記者喬龍的採訪報導 近年藏人除了反抗專制環保意識也在加強 在西寧市黃中縣青海省藏傳佛教中的第一大寺院塔爾斯 僧人和當地藏人日前向當局呼籲制止亂採亂挖現象 據藏人宗卡王伯克消息 塔爾斯全體僧侶和周圍新教群眾於近期聯合發布一份呼籲書 要求國務院及省市縣及有關領導部門重視當地生態環境 陸續遭破壞現象為當地民眾創造一個生命安全區 該博客引述一篇未屬名的報導稱 黃中縣干河灘工業區的幾家千演練企業長期排污 導致周圍大批兒童和居民血液中千個含量超標 西寧市政府組織衛生等相關部門對該工業區周邊的919名兒童進行了檢測 結果表明有近千名青少年兒童血千含量超標 十幾名維權律師李敦勇 梁小軍 劉曉元等在期限內無法獲得新的執照 請看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新宇的採訪報導 北京律師年度考核於6月底截止 十幾名維權律師如程海 李百光 李端勇 梁小軍 劉曉元等 在期限內無法獲得新的執照 他們擔心不能繼續為原本已接手的案件執行律師工作 劉曉元向本臺表示 那反而我知道國外是沒有這種對律師這種考核制度的 包括中國的台灣 香港 我上網也看到日本的律師也沒有 美國也沒有 我不知道任何其他國家是怎麼情況 當然你律師召到頭 十五大綠協師會出面進行調查 最後根據兼顧法律或職業道德等來進行處罰 並不可以應目於你辦理了一個什麼敏感的案件來處罰你 那麼在國內有什麼明確案件的一個概念 明確案件也不是一個法律上的一個概念 艾未未的母親說 她的兒子經常搖頭 可能會救病復發 請看自由亞洲電臺駐香港特約記者喬龍的採訪報導 早前有消息說艾未未近期出現頭痛 記憶力下降等症狀 艾未未的母親高英對記者說 她可能啊 我跟你講 她不敢跟我承認 但是呢 她這個頭一直在晃 很不自覺的 可能和打有關係吧 就是給那個彈座人出庭做證嘛 那天 後半夜三點鐘去擦 移擦房的理由嘛 然後就打了一拳 其實打得很狠 就在那後腦勺那時候 都打懵了吧 當時她就不知道那拳頭怎麼打過來的 在德國做了手術嘛 這可能是個後遺症 她的頭有時候就頭昏嘛 2009年8月中旬 智利宜揭露四川地震豆腐渣笑舌的四川作家 譚作人被控山東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在成都開庭 艾未未等人作為證人 開庭前遭到當地公安毆打 其後前往德國參展時昏迷 並在德國進行了手術 艾未未自6月22日取保後審後 工作室仍然沒有恢復運作 除了帳策等任未歸還 記者採訪中獲悉發科公司的銀行賬戶早被凍結 湖北前江市前人大代表選舉專家姚立法被失蹤一個月後日前逃脫當局的控制 當地保安進一步加強對姚家的監控和騷擾 請看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新宇的採訪報導 湖北前江選舉專家姚立法自上個月20號失蹤以來 本周三已達一個月 期間更被連續抄家 妻子女兒也不斷被騷擾 最近幾天保安大隊對其家中的監控再次升級 姚立法妻子馮玲週三告訴本台記者 現在就比原來先鋒姚老師還要嚴厲 二至四小時不合眼的 就坐在門口的 不是坐在樓下 他就是坐到門口的 他們一天分三班 白天好像是四點鐘之前一班吧 八點鐘到四點鐘 然後四點鐘又到晚上不曉得是幾點鐘 然後反正他們是三班分開的能流的在照顧 然後每天就要在我們家去收一遍 然後我走在哪兒他們就跟著哪兒 反正就是形影不立吧 就好像意思就是說 在看守的過程中要立法逃跑了 第二十二屆香港書展 二十號在香港會展中心開幕 成都作家李承鵬 中國社科院學者余建榮分別發表了演講 請看自由亞洲電臺 駐香港特約記者丁曉的採訪報導 第二十二屆香港書展 在香港會展中心開幕 近期因獨立參選人大代表批評 彌廷得共和國吉亮獎等成為輿論焦點的成都作家李承鵬外號李大眼 帶著他的静坐李可樂抗拆記 作為二十二屆香港書展嘉賓 周三下午舉辦了即興的演講 李大眼先調侃自己參選受壓 周三開幕的香港書展上 中國社科院學者余建榮 以民眾的抗爭與中國的剛性穩定為題 演講他說 天津照顧李村失去土地的一批村民 在網上發文以及視頻 控訴地方當局 請看自由亞洲電臺 駐香港特約記者喬龍的採訪報導 天津市東立區照顧村村民堅持不懈地向社會述說他們的遭遇揭露貪腐 村民發帖說 6月15日當地派出所在沒有帶任何警號的情況下闖入村民家裡 欲將感言的村民帶走 被眾人阻止從村民上傳的視頻看到公安進村告知村民要配合政府的部署引起不滿 而該村正在進行撤村兵鎮的前期準備 村民說根據相關規定需要給村民自願上保險 可是村委會欺騙村民說是養老保險 村民交了相關證件之後 卻發現給村民買的是失地險 到時每月領取670元 由此失去土地所有權 村民又指村辦企業照顧李 京中蔬菜批發市場早已被村官瓜分 所有的財務賬目村官鎖了算 大部分公款項目去向不明 村民還說村幹部用村委會的資源從事各種經營獲利豐厚 村民則兩手空空 以上就是今天的亞太聯播節目 我是石山 我是饒一鳴 謝謝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 謝謝